大家好 我是左慈 現在天氣下雨了 我現在就在韓國 現在就帶大家看看韓國的便利店裡面有什麼購買 以及價錢是怎樣的 前面這間就是韓國的小型便利店 首先看一下 門口就放了很多即食麵和薯片 價錢比如薯片是2000W一包 另外外面都會像平常的辦館一樣 放一個雪糕機 影片開始之前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便會收到我全部影片的訊息 好 我們進去看看有什麼看 哇 很多糖在這裡 剛剛進來一個櫃子就有些糖 這些在香港都有賣的 3500W 10多元一包糖 另外旁邊就有幾個酒櫃 那些酒呢 這些酒櫃整個在這裡 是10900W 再走入裡面看看有什麼看 會有些韓國的餅乾 他們自己生產的餅乾 我自己也挺喜歡吃的 這個餅乾是1800W一排 和香港的辦館都很相似的 有些飲品 例如有些綠茶或者汽水 全部都放在這裡 哇 薯片種類很多 超多薯片 這個粟米片好吃 我吃過一次好吃 旁邊會有些咖啡 這間是比較小小小的便利店 剛才看到那間是比較小型的便利店 然後我去一間是比較連鎖 一些比較多分店的便利店 和大家看看裡面有什麼賣的 很多地方都見到這間GS25 它有個牌子在這裡 有些特別的食物 他們在便利店會有些座位 可以坐在這裡吃東西 和大家看看 有些雪糕 很高 全是貴的 嘩 這個是 好像不錯 這個價錢 22500W 哇 還有立不小心的雪條 而且我發覺很多時候 那些超市便利店 發覺很多時候便利店 都會有很多水 放在這裡買的 全部都很多水 整個行都是 好 另外前面會有些杯麵 這個是湯飯的 好像杯麵一樣 但是湯飯來的 3500W 還有韓國的罐頭 旁邊就放了一些奶類的飲品 例如一些類似乳酪 2400W 不知道是不是買二送一 是有折 哇 還有很多小腸 很多小腸 很多不同類型的小腸 整個鬼都是 他們應該很喜歡吃這些小腸 我看到街邊店 有很多可以買 連超市都可以買 這條小腸是2400W 下面有些火鍋類型的食品 好像關東煮的 裡面有些水浸著 除了食物之外 這間還有一些日用品 電器產品 充電器和充電器 可能大家去到酒店 充電插數都可以在賣 充電器項身 充電器有8000W 充電器 Boss 可以直接在這裏賣,這是65MV的充電線 34500W 另外也會有些膠刺 還有一些襪子,底褲都可以賣 它也會有微波爐,大家在這裏盯完食物後 就像前面一樣坐在這裏吃東西 提款機都會放在旁邊 按完錢去買東西,然後在這裏盯微波爐吃東西 同樣門口是會有些酒 其實它也有很多東西賣 納納納納納納的都有 這個是手機的手指環 這間便利店的營業時間有寫在這裏 7點到11點 可能這裏是東大門那裏 所以這裏不是24小時 這間應該不是24小時 但是很多地方都會見到這個品牌的便利店 可以跟大家說一說 裡面的價錢 其實便利店來說不算太貴 因為其實我問過一些韓國人 很多地方主要都是便利店 他們的超市會比較少 通常會在大型的商場下 才會有這個超市 所以其實很多東西都會在便利店購買 便利店裏面的產品其實都幾多 都幾方便 旁邊就有一間炸雞店 想一次過拍給大家看一下 這間炸雞店 它寫著是韓國 其中最出名的炸雞店 我前幾天都試過一次 我覺得其實 一般的雞炸得很乾 不過因為來到所以拍給大家看一下 這間炸雞店不知道大家聽過沒有 主要是吃炸雞和薄餅 這個包其實我吃過一般的 9700瓦一個 除了炸雞外還有薄餅 薄餅、薯條、汽水 它的廣告是這樣的 不過它來到其實跟廣告的食物是差不多 大家看一下這間店的樣子 挺漂亮的 跟大家看一下這餐有什麼餐 這個薄餅 大概是11200瓦一個 這間店的 選擇的時候有 中文 中文、日文、韓文都有 有些包 跟大家看一下是什麼 另外 除了包之外 有些不同的雞的餐 炸雞套餐 就是一個 一間的炸雞套餐 它的價錢是 16600瓦 如果大家加入購物車 就像平時一樣 用餐櫃或運用餐廳 或是用餐廳卡付錢就可以了 環境就是這樣的 裡面的位置還不錯 不過因為今天吃完東西 沒有吃了 所以沒有走進去 裡面吃了 看看稍後有沒有機會補拍第二條片是吃這間炸雞的 吃完之後再拍給大家看看 今天跟大家分享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最後臨走之前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按下一個鈴鐺就會收到我最新影片的訊息 我們下條影片見 拜拜